为避免开放美猪进口之后产生食安疑虑 虽然在议会上个会期已经订定了食品安全制制条例 而议长吴秀华他也表示说 下个会期会推动食安条例中制定法则来规范 台东县政府也持续要求本地的养猪户禁止使用瘦肉精 尽力为民众把关 希望可以让乡亲们吃得更安心 台东县议会在上个会期通过县府订定了食品安全制制条例 不过为避免开放美猪进口后产生食安上的疑虑 议长吴秀华日前表示将会推动食安条例中明定相关的罚则 中央不能做的中央不做的就交给地方政府 还有地方县市议会来把关 台东县议会在106年我想我们台东县已经通过了一个 食品安全的自治条例 那其中就有提到了这个我们这个瘦肉精需要是零减出的 我们在罚则的部分定的不够明确 所以我想在我们这一届的我们第19届的议会 我们可能就朝这个方向来努力 我们会把这个更明确的罚则定定出来 另外台东县政府也持续进行严格的把关 严禁本地养猪户使用瘦肉精 并要求学校及文件站都使用台湾猪为食材 中央政府既然已经有开放这些美猪美牛的部分 那原则上我们只能尽量的帮我们台东县民来做把关 那基本上除了说我们现在台东县所饲养的牛猪 饲料里面是还是一样 不得减出乙型受体数也就是莱克多巴胺 县府议会共同对民众的食品安全严格把关 希望让台东县民吃得健康吃得安心 记得潘俊伟台东市报导 年之后 收棉